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一下印度也要造航母了 其实印度它原来是有航母的 经常买的一些老旧式的航母 现在印度要造航母的新闻 我们也给大家先看看新闻怎么说的 据环球网报道 印度花50亿美元打造新航母 印媒也没忘了提中国 继维兰克特号之后 印度巨舱计划建造第二艘国产航母 造价50亿美元 彭博社原以熟悉情况的 宁门人士的话说 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 将在30日举行的电话会议 讨论该项目 预计回缩的通过 印度大幅度扩充 海上军备的目的是提升 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在该海域的军事活动 现在我们看印度造航母的消息 咱其实一点奇怪 因为印度其实一直是想和中国 摆摆手腕的 中印的问题 其实包括中国建航母 在很早的时候 应该在十几年前 我写书的时候也在说 中国其实真要做航母 在国际上 真正的对手是印度 不要简单的说 一定把它看作是中美对抗 中印可能更重要 为啥 很多人觉得中印战争 前边一次中印战争 是在西藏 陆地边界上打的 但是咱们要注意 在陆地边界打的时候 其实中国很快就撤回来了 对吧 撤回来了 一个是担心美苏的干预 另外一个 像冬天的话 大雪封山 后勤也有很多问题 你要说印度想打上西藏高原 它可能问题更多 所以在西藏的陆地的军事冲突 它更多的是一个边界冲突 但是现在你得注意到海洋的问题 你看当年 当年中国和印度冲突的时候 中国有多少海外贸易 它没有什么海外生命线 这个那个 而印度的海军实力 它也不可能跑到太平洋这边来 但是现在可不同 现在中国的主要的海上生命线 我们现在讲海上的一带一路 对吧 讲的陆地上海上两条 你知道如果从海上走的话 印度洋是你的生命线 我们的石油也好 去欧盟的出口也好 还有啊 其实从非洲买来的大量的资源 也是印度洋 而且印度啊 在全球跟中国有非常强的竞争意识 我在当时2007年在非洲 帮着人家做一些 跟矿业有关的事的时候 深刻的感受 其实在非洲印度影响的存在 而且呢 印度针对中国的存在 现在啊 国内提的很少 包括你像在中东 印度的劳工输出 印度的针对中国的存在 我们现在也不怎么提 对吧 像对于印度来讲呢 它很清楚 就是说现在中国也应该清楚 就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崛起啊 除了跟世界第一的关系外 还有呢 同质化的大国 就是同样的品质的大国 所以在新中国建国以来呢 中印经常就是以对手方式来比较的 虽然说啊 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直接的冲突 为什么以这种竞争对手的方式来比较呢 因为你像中印都是人口大国 在全球的资源有限的状态下 你这样的人口大国 能崛起一个就很不容易了 不可能两个同时崛起的 而且呢 中美可以很友好的去中印都不行 是这样的状态 因为美国的话呢 毕竟它没有这么多的人口 印度崛起的这个人口 而美国现在大力扶持印度 所以印度跟中国呢 也可能是代理人战争 所以这个中国的航母啊 可能就是对印度的 很多时候 你跟它的决战在海上 那个印度会觉得 它在印度洋呢 它是个主宅 你要从美国呢 跑到印度洋去 你看着吧 它怎么跑过去都是绕一大圈 对吧 它的距离都好远 等于地球 差不多 正好是穿地球到对面去 然后中东 各种陆地的阻碍 但是印度它很近呢 而且它印度在印度洋这地方 它有很多地方 甚至它可以陆基上去威胁你 所以这个海军啊 它要做一个航母干嘛 惩罚印度洋 而中国的话呢 印度洋对于中国的贸易通道 又无比的重要 所以将来你像中东 如果是有些军事的升级的话 很多时候这就是在印度 在印度洋 在海上 所以这时候你知道 中国的航母跟印度的压力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造航母的时候 印度咬牙再造航母 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它提中国对吧 像中国未来的对手中美 美国它当官世界老大了 它不能允许中国 中印可能啊 更生死有关一点 就是中印的竞争 可能比大家想的 那呢要激烈 以后的冲突呢 也可能比大家想的激烈 还不是说啊 仅仅是路上的边境摩擦 这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啊 实际上要看得远点 要看到未来 也要看到这个海洋的战争 都是什么 中国的航母可能 跟美国有很大差距 你跟印度怎么样 印度的话呢 这个差距 不要简单的说 印度不如中国 印度它要买什么武器 现在是美俄都卖给它 而且还有的是什么 俄罗斯这个立场上 也很微妙 真跟印度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在中俄中印之间 它跟印度更近 各种场合 中国和印度有冲突的时候 它都是在支持印度 你都要想清楚 这个事啊 现在对于中国来讲 你的重要战略对手 还是需要认识 比较清楚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感谢观看